接下来我们要讨论 角度量走痕在日常心目中的应用 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 在进行画式六拼表演的选手 如果以身体为转轴进行旋转 则选手在旋转的过程 他会借着改变身体的姿势 来改变身体旋转的快慢 结果发现 当身体平伸的时候 这时旋转的角速度会比较慢 可是如果把身体突然紧缩在一起时 这时候旋转的角速度突然会变快 因为选手在进行六拼表演时 身体在旋转 这时候以身体为转轴 则适时平伸时 身体旋转的半径会比较大 因为在旋转过程 身体如果突然向内缩 由于是属于身体内力的作用 没有其他外力 所以身体内缩以前和身体内缩以后 会遵守脚动量手痕 因为脚动量L等于RxP 我们把转转半径 伸上直点的动量 这个是脚动量 因为身体在转转的时候 脚动量等于 转转半径跟动量的外积 同时也等于M乘上R平方 乘以脚速度Omega 所以身体在平伸前 与身体受缩以后 由于没有其他外力的作用 因此内力的作用 造成脚动量手痕 所以平伸时的脚动量 M质量是固定的 R旋转半径如果比较大 则脚速度Omega会比较小 现在身体突然紧缩以后 由于身体旋转的半径 R突然缩小了 M质量是相同 可是R平方 转转半径因为变小 所以脚速度OmegaB 这个脚速度会变大 所以身体紧缩之后 旋转的脚速度会突然变大 这是由于脚动量手痕的应用 而例如 选手在进行花式跳水的表演 或者在马戏团里面 进行空中飞人的翻滚 选手在进行表演的过程 因为整个过程只受重力的作用 如果把身体当作是一个指点 则选手在空中的运动 他的轨迹会是一个泡物线的轨迹 然而选手在跳水的过程 如果借着改变身体的姿势 使身体突然紧缩 这时候 如果身体半径缩小了 则旋转的角速度会变大 当身体四肢平伸的时候 相当于旋转半径变大了 所以旋转的角速度会变小 所以选手在进行跳水表演的过程 他可以借着改变身体弯曲的姿势 来控制身体旋转的快慢 而在马戏团中空中飞人的表演 同样也是类似的道理 因为整个过程 选手的直行移动 相当于是一个指点的移动 可是借着改变身体的姿势 于是可以改变身体旋转的半径 如果身体的旋转半径变大 则翻转的角速度会变小 当身体突然收缩 旋转半径变小了 这时候身体翻转的角速度会突然变大 这个是属于角动量手横的应用 直升机的设计也是和角动量手横有关系 因为直升机的主螺旋桨是装在重心的上方 因此主螺旋桨的位置也是直升机重心的位置 当然螺旋桨在旋转的过程 由于气流的切入 因此会产生一个上升的胜利 这个胜利使螺旋桨向上升 可是由于这个胜利是透过主螺旋桨的转轴 因此这个胜利会使得角动量手横 所以气流的切入使主螺旋桨产生逆时针的旋转 而由于角动量手横的关系 因此机身必须要逆时针的旋转 才能够维持角动量的平衡 所以当主螺旋桨逆时针转的时候 机身会顺时针旋转 可是这时候就造成了机身的不稳定 于是我们在机尾的地方 我们装置了一个附螺旋桨 附螺旋桨旋转的方向是绕着水平轴旋转 于是附螺旋桨在水平方向产生一个F2的胜利 而这个胜利刚好使得机身做逆时针旋转 而这个逆时针旋转的力矩所产生的角动量 刚好可以抵消直升机机身旋转所需要的角动量 于是借着主螺旋桨向上的胜利 这个胜利F1所形成的角动量 和附螺旋桨所产生的胜利 这个作用力F2所形成的角动量 让两个角动量互相抵消 于是就可以抵消机体的旋转 而让直升机可以维持平衡 所以直升机的飞行 它主要借着主螺旋桨和附螺旋桨的旋转 来控制机身的稳定和平衡 如果在空中有只猫不小心从空中掉落地面 我们透过慢动作的分析 我们发现猫在掉落地面的过程 如果最初是四肢朝上 可是猫在掉落的过程 四肢的翻转跟尾巴的平衡 它会进行反方向的旋转 一直到四肢安全着地为止 而猫在空中翻转的过程 这个也遵守角动量守恒 水猫借着前肢逆时伸的旋转 而后肢顺时伸的旋转 让身体可以稳定地落至地面 这个是属于角动量守恒的应用 如果我们在水平桌面上 我们拿两颗蛋 一颗是生蛋 一颗是手蛋 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两颗蛋旋转的快慢 来判断哪一颗是生蛋 或者哪一颗是手蛋 因为生蛋的内部它是流体 流体具有流动性 所以当我们把生蛋快速旋转的时候 生蛋内部的流体会受离心力的作用 而向外移动 这时旋转半径会加大 于是生蛋在旋转的过程 它转速会变得比较慢 然而熟蛋在旋转的时候 因为熟蛋本身没有流动性 所以旋转的快慢就不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比较生蛋跟熟蛋在旋转过程 快慢的变化 而很快的辨别出 哪一颗是生蛋 或者哪一颗是熟蛋 同时如果我们把生蛋在水平桌面上旋转 然后突然让生蛋停止转动 虽然生蛋的外壳停止转动了 可是生蛋内部的流体 仍然在旋转当中 所以我们很快的把生蛋按住 让生蛋停止转动 然后又很快的松手 这时候发现 因为生蛋内部的流体 还没有完全停止转动 所以当我们把手放开以后 生蛋原本被按住停止了 这时候生蛋因为恢复转动 所以可以透过生蛋转动的快慢 或者它恢复情形 我们很容易就辨别哪一颗是生蛋了 像在马戏团中 除了空中飞人的表演 它在空中翻滚的动作 是跟角动量手很有关系 而在马戏团中 在高空走钢锁的特技表演 这个也是跟角动量手很有关 因为在高空走钢锁的表演者 他手上会拿着一根长杆 我们比较同质量的长杆跟短杆 它们之间的差别 因为短杆的质量分布会比较接近表演者 所以如果把表演者当作转轴 则短杆的质量分布会比较接近转轴的地方 所以旋转半径比较小 因此比较容易转动 所以在高空走钢锁 如果拿着短杆 则身体容易不稳定而造成转动 所以走钢锁的表演者 他一般是拿着长杆 因为拿着长杆 这时候杆池的质量分布 距离轴心会比较远 因此转动的状态比较不容易改变 所以表演者在走钢锁的过程 他可以借着重心的调整 而让身体很快的维持稳定 这样子表演者在走钢锁的过程 因为转动比较慢 所以表演者有比较充分的时间 可以调整身体的平衡状态 这样表演者就不容易跌落 所以这个也是跟角动量守恒有关系 我们可以用角动量守恒 解释克普勒的第二定律 等面积定律 因为行星到太阳 一个椭圆线轨道 在这个椭圆线轨道上面 行星在轨道上的任何一个位置 可是行星所受的力 是受到来自于太阳的万有引力 所以在上面这个位置 受的引力是指向太阳的方向 可是受力的方向 相当于是指向转轴的方向 因此行星绕着太阳转 这时候以太阳当转轴 而视力又通过转轴 因此行星在旋转的过程 会遵守角动量守恒 所以在任何一个位置上的角动量 它的量值一定会相等 因此如果这个位置是A点 则在A点的位置 行星旋转它对太阳的角动量 是R x P 可是R是从行星到太阳的旋转半径 这个距离是R P是动量 动量是质量乘速度 然而行星运转的动量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方向 一个是平行方向 一个是垂直方向 由于平行转轴的动量 它对太阳不会造成旋转 所以对太阳会造成旋转的动量 是这个动量P 垂直转轴方向的动量 可是这个动量是把质量乘上垂直方向的速度 所以是把质量乘上切线的速度V 再乘上θ的对边 乘上sinθ 所以MVsinθ是垂直方向的动量 再乘上行星到太阳转轴的距离 于是角动量就是RMVsinθ 由于行星跟太阳之间的作用力 是通过转轴的方向 所以角动量守恒 因此行星在轨道上的任何一个位置 所以行星在轨道上面的任何一个位置 会遵守角动量守恒 L会等于RPsinθ 也等于RMVsinθ 不管在近日点、远日点 或者在任何一个位置 角动量守恒式子都是成立的 所以我们把质量约掉以后 在轨道上的任何地方 我们就可以得到R1V1sinθ1 等于R2V2sinθ2 所以这个结果是角动量守恒必然的结果 而当行星在近日点跟在远日点时 由于速度和转轴的方向维持垂直 所以行星在近日点或者在远日点 这时候θ1或者θ2 它角度会是90度 因此只有近日点跟远日点的地方 我们可以表示成R1V1等于R2V2 近日点的距离乘上近日点的切线速率 等于远日点的距离乘上远日点的切线速率 而这个结果也是科普勒的第二定律 等面积定律所造成的结果 我给你们下期见 2V2 4V2 5V2 1V3 4V2